今天去的超市买了7000多日元的东西 我在这里奋圈大家 在你肚子饿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去关超市 不然就会不知不觉买了很多 来分享一下我都买到哪些 总共分为几个部分 有水果 蔬菜 肉制品 还有海鲜 以及一些饮料 水果的话在日本单价都偏高 所以我平时都很少买水果的 今天也是因为肚子饿了 所以看到这些水果都觉得比平常看起来好吃很多 橘子啊 智利产的五子葡萄 那因为刚才有说过日本本地产的水果都偏贵 进口外国的水果价格相对会低一点 那这么大一盒的五子葡萄 而且非常大颗 它的价格才321日元 差不多20块左右前这一盒 这个是日本利怒现场的草莓 它的价格就要537日元 但是看起来是蛮好吃的 就非常大颗 圣女果 小西红柿 这个的话也是321日元 还买了两颗火龙果 没有国内的那么大颗 130多日元 那在日本香蕉呢是非常便宜的 200以内就买得到 那我买到的这一个4条庄的香蕉 它只要108日元 所以才6块多钱 这个还是比较便宜的 另外一边呢就是蔬菜的部分了 有西兰花 环豆芽 还有小白菜 三条庄的黄瓜 买买了两包秋葵 小葱 相比水果来说的花蔬菜是会便宜很多的 买了这些每包的单价都差不多 在100多日元 这是澳大利亚厂的牛排骨肉 因为是澳大利亚厂的嘛 并不是日本本土本地厂的肉制品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牛肉会便宜一点 然后还买了一个章鱼饺 这个也是准备两半个吃 非常的美味 还有我最最最爱的 日本西津调味的银血鱼 这一盒呢是已经做好的麻婆豆腐 那在日本的超市啊 或者便宁店里面就会经常有卖 他们煮好的 做好的 可以买回来单下就直接吃到 还买了纳豆 昆布味道的 那它这里面的纳豆是比较小颗的 这样吃起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发酵臭味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酸奶啊 明治的保加利亚五指酸奶 这个牌子的酸奶非常非常的好喝 很推荐大家有来日本的话 有看到一定要买 保证你喝了就会爱上它 它的味道真的跟一般的酸奶很不一样 因为真的很浓厚很纯 可以让你喝到感觉是最高境界的酸奶味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反正的真的就是超好喝 它平时是非常大贯装的 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的豆奶 减少45%的热量 卡路里 因为豆奶我平时喝的频率还蛮高的 但是因为豆奶它里面的蛋白质又太高 虽然跟牛奶相比之下 豆奶的脂肪量会更少 但是我又再从中挑选了 更低卡路里的一款豆奶 然后这个就是面包了 如果喜欢吃日料的朋友 可以接下来看一下 我想跟你们分享几款 比较简单的日式凉拌菜的做法 首先第一道呢是用到黄瓜 切好以后我就直接切 然后切成比较薄一点的片状 切好装满了一碗以后呢 再准备一个羊和姜 这个呢只要它的一支就好 还有一个是 日文是叫大叶 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叫紫苏叶 这个的话我会拿两片两枚这样子 然后把它们切成末 越细越好 然后叶子呢把它卷起来 再切 也是切得细一点 光是干切就会闻到一股很浓郁的紫苏叶的味道 我平时是吃不惯这个叶子的 但是搭配在这个日式凉拌菜里面真的真的还不错 好了关于切的工作就到这里 就非常简单有没有 就把这些东西切好了 装在这个碗里面就OK 接下来就是调料了 第一个是柚子醋 适量的加一些 口中的人可以多加一点 酱油一点点就好了 三四滴左右 大串的这个一次性的手套 戴上手套 把它均匀的刷开 刷开以后这个羊壳酱的味道就非常浓 很香 很清新清爽的味道 我觉得这种凉菜放在夏天吃的话 真的真的非常适合 吃起来是非常凉爽的 又可以当做减肥食品 多吃也不会发胖 这个咸度是刚刚好的 所以接下来就不加任何调料了 这个盖子盖上 好这个是第一道 做好了就直接放在冰箱保存 这做一盒呢 差不多可以吃两三天左右的量吧 等每一次要吃饭的时候 就会把它拿出来装一小盘 接下来第二道的日系凉菜呢 它的主要材料是这个 秋葵 跟刚才的黄瓜一样 都是减肥期间 非常适合用来截嘴肠 吃起来又好吃 我们先把秋葵用水洗一下 然后用一个小锅装满水 把它烧开 把秋葵扔进去烫 突然发现这个锅有点小吼 今天买的这个秋葵有点大 这里就很重要的一点了 要撒赞盐 然后让它水煮三分钟 之后呢就直接拿走 倒在过滤盆里 用软水冲一下 把它多余的水分吸一下 把秋葵的这个头顶给切掉 到此为止就处理完了 接下来就是调料 调料依旧也是刚才的这个 日本的昆布醋 也是看你的众口亲口来加吧 接着就是香油 芝麻油 接着再加上白芝麻 最后呢再加上这个干煎鱼 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像是你们平时吃的章鱼小丸子啊 它上面撒的除了海苔以外 就是这个干煎鱼了 然后就这样撒在上面 很日式的感觉 油模油 接着呢就是把它拌好就OK了 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的日系凉菜 基本都是日本家庭 平常都会做的 每道菜都很简单 而且又很好吃 非常推荐跟我一样在减肥的妹长 今天坐在这里呢 给你们拍一个小小的开箱分享 第一个是这个 它是白色的印子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是日本的一个轻奢品牌 看上了一件小洋装 是像这个样子的 泡透明黑色蕾丝的设计 那我会选择这一款是因为 我身上我手臂上的肉比较偏多 那穿这种上身半蕾丝的衣服 往往都很显胖 肩膀这一块呢 看起来就很魁梧 但是这一件我试在身上 真的算是有生之年以来 穿到的最显瘦的一款 半透明蕾丝的衣服 然后再加上它的裙子部分 是那种雪反伤的 所以穿起来非常的贴合身形 不显胖 是黑色的又让整个线条看起来更明显 最主要的就是它并不是这样 简简单单的连身裙 它还附有一个腰带 搭配上了以后会有画容点睛的效果 持着整条裙子就不再那么单调 而且会更有晚礼服宴会的视觉感 所以这条裙子穿在我自己身上 不显胖 然后很显气质 很低调 但是又有一种奢华感 我买到手的价格 含税是45,360日元 真的真的说 我有时以来买到最贵的一条连身裙 在日本的这个Zozo Tom 买到的一个包包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圆形 圆筒 这里还有一个金色的圆扣 包包边角 是有麻花花边的品牌呢 它的名字是叫做Yaki 主要就是因为它是圆形的 用起来超级超级的方便 在日本嘛相对质量比较安全 所以这种无盖口的包包 提在大街上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边也有内袋 整体的皮质皮感摸起来还是非常好的 就很结实 好了接下来是两款鞋子 先说这款Landa 这个牌子的鞋 平时还蛮爱买的 它是在成熟感中带点小甜美 给大家看一下 像 鞋型是像这样子 它的根呢 棕色半透明的水柱状 有点粗 穿起来也比较稳 前面呢 我喜欢它的就是这一块 荷叶边的设计 然后穿在脚上的话 就显得少女感满满 又很优雅很美 又显脚飞 整体就是一个黑中两色的搭配 最近买到一双非常喜欢的 走起来又不累 然后又好看 黑色呢也比较好搭 8500多日元 最后就是这一双耐克的鞋子 我也是看到它非常少女可爱 就买了 它是这种 加玉子粉的粉嫩嫩少女心 整个配色非常的好看 然后又有两个大大的Nike的标志 左右边都有哦 它前面这里呢也有标志 它的细节是像这样子 网状的 非常的透气 不仅好看 这个颜色很正 另外一点就是它超级超级的轻 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把两双鞋这样 轻而易举 没什么重量的 很轻巧 穿在脚上超级的舒服 就感觉踩了云朵一样 穿了空气鞋一样 没有感觉 这么好看的外观哦 穿起来还那么舒服呢 好喜欢 好最后一款呢 就说一个彩妆 Anastasia 2019年2月份新出的一款 眼影堂 比威爱拉 它里边呢是像这样子的 共有14个颜色 上面这5块呢全都是珠光色 剩下的全是雅花 这里还附了一只双头的刷子 看一下它的压粉 很完整 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五彩缤纷 适合接下来的夏天 虽然乍一看 这个颜色是有点夸张 因为我现在手头上的眼影 基本都是日常系的 就非常保险的 没有几旁 比较夸张一点的颜色 刚好看到Anastasia 她说了新款嘛 这个品牌的眼影 又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就入了这款颜色 叫鲜艳多彩呢 所以想在今年夏天 可以多画几种不同的妆容 我就先不用给你们看了 因为我还想给她拍个正见照 让她拍个美美的照片 以后再用它 那以上就是这些小小的开箱分享 简单的大致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到的东西 我们这一次呢 找的是日本的搬家公司 根据你要搬去的家具 家电的数量有多少 会免费提供出这些纸箱 送来了整整60枚 有大号和小号 还送了四个胶带 距离搬家还有两个星期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整理 我是想一间房子 一间房子的这样整 把这一间整完了 就我整另外一间的打算 那这一间呢 我现在在离衣服 可以看到 好软 地上也都是一些要扔的垃圾 然后这一间也是 都在整理 东西非常多 因为我们这次要搬到 一室一厅嘛 所以现在的 三室一厅的装的东西 大部分要清理一半掉 男朋友现在负责 把这些纸箱给装起来 然后我负责装我的东西 他负责用这个纸箱 好我现在准备了两宽篮子 一个装我要的化妆品 一个装我不要的 就这样进行一个断舍利 那首先呢就从这一排的抽屉开始整理吧 这一层全都是我的底妆产品 防晒啊 格里啊之类的 那这个是前几天买的 Inisfree 这个是要的 这个是毛孔肤子的一款 气垫 但是它并不是很好用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就 TOM4的气垫 这个也留着 这Bobby Brown的气垫也留着 NAS的挺好用的 这个是CPV的气垫 是Amani的绝对要留 粉色的Amani的气垫呢 是从它的外包装好看 所以也留着吧 这一款是 兰库的气垫 这上面我有课名字 还是留着纪念一下吧 也不难用这一款 智商团智能的要留着非常好用 NASOL的 砖前格里的也要用 这两个粉底也都很好用 平价的 韩国Tukufo Suku和Suku的 Bobby Brown的虫草不用说了 这一小篮子里面也全都是遮瑕 最近超级爱用的 BCL的遮瑕膏 一个是明亮色 一个是自然色 这个也绝对不用说了 要带走 里面呢就是一些日系开架的四色眼影棚 SANA的XL四色眼影棚 那这个就是平价又好用 非常非常日常 这也是满带去 这个是安娜梳的 这个真的也是我那时候买回来以后 就没有再用了 这个盘子真的很好看 把里面的单色眼影扔了 就留这个盘子 它是附磁铁的 直接取出来 平时也可以装一些小视频 其实当准的拿一张镜子也OK的 你看在这里有个镜子 然后这里可以放一个梳子 这个盒子我真的很喜欢 超好看的 就带走这个盒子 SUKU的四色眼影棚 这个也要带走 这一袋都是不怎么用的口红 就是之前RMK买到的一支唇用 虽然颜色真的很好看很梦幻 但是没有用处 没有地方可以用到它 这个就也是送朋友吧 闲置了 这几支国货的唇膏 我也是买回来都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用在嘴上还是有点太干了 不够滋润 所以这个就扔了吧 反正国货的也不是很贵 二三十块一支 这个也扔了 虽然我以前有一个时间很爱用它 也是国货的 好像是叫亚斑 它的颜色很好看 但就是味道真的太臭太臭了 它里面成分 感觉用的不是很好的成分 所以这种涂太多 在嘴上应该也对人体不是很好 扔了 MAKE的这一款 买回来 颜色太奇葩了 也没怎么用 扔了 鸡房西小羊皮 不便宜 所以还是留的吧 那娜叔的两支扔了吧 对 不怎么用 当然就MAKE子弹头 这个先留着 说不定以后用得到 这两个颜色 就是我囤货的韩国 Olivian的美妆档 这个超级超级的好用 每次去韩国都要囤货集合回来 用这一款来上妆 那个底妆真的补贴到不行 绝对要带走 好了 那第一个抽屉就整理完了 接下来第二个 装的都是多色的彩妆盘 MAKE的一款修容 元老彩妆 可能是我刚接触彩妆的时候 就买的 他真的用不完 但是你看都坏掉了 里面都潮了 扔掉 这个高官 我有一期的爱用 推荐过 但是最近也没有怎么用 它也很便宜 要不然就扔了吧 这两个是在中国的名创U品 买的 红包限定的 九色眼影盘 那虽然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 但是它粉色和发色度 竟然都很棒 这个我也带走吧 还蛮经常用到的 PK107 留着 前段时间买的Fendi Beauty的高官 所以也留着 灰姑娘 九色眼影盘 这个也是买了好久 扔了 使用频率还蛮少的 国货品牌VNK 买的一个眼影盘 颜色有点太红了 太艳了 就画在眼睛上面有点像唱戏的 这个就扔了 这个也真的也没什么用 这也买了好久 扔了吧 这一盘留着 泰国的衣品牌 很便宜 真的还挺好用的 自然的那种 罗色系 这个留着 这个眼影盘是最近刚买的 Anastasia的衣服 这个也是带走 这个盘子的 早期的时候用的很轻 陪伴了我拍过早期很多支视频 但是因为年代太久 还是扔了吧 Anastasia的胸轮盘 我用的最情人就是这两个颜色 带走 然后这里是MAKE Cinderella的限定 BECA的飞碟高光 这个也是带走 MAKE的一个高光 这个也是跟刚才的修容粉一样 很久了 用了 Anastasia的一个 圣诞限定的小支妆 腮红 这个留着 专时银买的朱砂质 这个还没用过 找时间用一用 然后还有Tarte的眼影盘也要留着 很实用 Linus Marble的大理石眼影盘 这个也留着 还有他们的高光 这个也带走 这两个都挺好用的 Tom Ford 这个眼影也很好用 这个留着 出来的眼妆效果 比较高端的一款眼影盘 各个眼影盘的话 也是蛮好用的 带走 Tarte的一个独角兽 使用频率并不是很高 但是还是留着吧 有时候估计 就想用这么跳动的颜色 然后第二层的抽屉 也是整理完了 请 哦 哦 透明霜那盒也已经清理完了 我盒子非常的脏 那这两宽就是这边是我要的 这边是我要扔的 现在几个抽屉都已经空了 我整理的非常的干净 桌上就白忙了 这盒是我要的我要的 然后这个不要 然后我现在来装要带走的彩妆 我现在来装带走的彩妆 那這個就是我凡經理裝好的箱子 我在每個箱子上面呢都分別標記了這些都是什麼東西 那這一箱全都是一些身體洗護啊和臉上塗的護膚品 這也是面膜啊然後還有一些的保養品都在這一箱 這一箱是我的包包 在那邊我也是放了好多這種氣泡袋 然後這一箱呢是鞋子 氣泡袋來打包起來 那剩下的鞋子2和鞋子3都在這兩箱 這個裝箱呢呢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啊 日常的消耗品之類的東西 這一箱呢是廁所用品 上次附帶開出來的馬桶刷 全新的就準備帶去新家用 是衛生巾、廁所的馬桶清潔劑之類的東西 旁邊這一箱呢浴室打掃用品 洗衣服啊洗手液啊沐浴乳之類的 衛浴用的東西 至於這三箱全都是紙巾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之前在國內雙十二還是雙十一屯的綿柔紙巾 到現在都還沒有用完 除了綿柔紙巾還有一些日本的這種抽脂 還有棉棒 好啦我現在的家已經空空淡淡的 全部被搬走了 突然覺得好不習慣 我平時都是堆滿了東西的 今天搬家公司很早就來 我們還在睡覺就突然爬起來了 然後現在每個房間都已經是空了 這個房間呢就是住在這裡五年多來拍視頻啊化妝的房間 感覺也是有點捨不得啦 畢竟也是從事美妝行業最起步的地方在這裡開始 那用了兩間也都已經很乾淨了 我們現在就要騎乘去新家了 對我想說 我去派口 不ca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